那比如說我們有一些負責清潔的一個工作人員 可能他們在清潔或是在提重物的時候 會過度的使用他的一個手腕 那就會造成他可能會有一些 我們所謂的網球肘 或是說手腕疼痛的一些現象 那我們就可以去幫他 就是針對這個症狀 去放鬆他的一個晚生肌 或是在他的疼痛的點 去幫他做一個減壓 去加速他的一些發炎組織的代謝 減輕他的一些疼痛 那像這個例子呢 就是我們有一些攝影師 他不是會背很重的那種攝影器材 那對他們來說 對於就是肩頸或頸部的一些壓力都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 我們先在他的肩頸用貼渣的方式 去做一個支撐跟保護 那當他在工作的時候 他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肩頸的姿勢 然後來去緩解這個器材 對他肩頸的一個壓力